各位同志 大家好 我是李舟頭庫分析師高志 在這邊為各位做本座的一個台股投資分析 首先就加薪指數部分 我們可以發現今天在整個電金雙重重挫之下 拖累整個加薪指數直接灌過季線 是栽創者回答的過端性地 就目前來看的話 因為不管是說外債環境中 美股現在開始有出現回跌 或者是說近期在外資的籌碼有出現翻空的一個跡下 可能會造成加薪指數可能還會在持續做一個回檔修正 我們看一下今天領跌的電子股 在前禮拜一正式跌過月線之後 今天順勢再出現一個比較大幅度的一個回跌 當然主要有兩個利孔 一個是說營業稅開要從2%提高到5% 可能會下半年會侵蝕到整個金融業100到150億的獲利 再加上高雄的一個期報案的影響之下 跟融化在銀行的貸款大概有200億有可能會變成呆漲 所以使得今天金融股一早就直接跳空開地 但是其實這兩個利孔基本上都已經是早已經知道的事實 像金融業稅在年數就已經進行討論 甚至在7月1號就已經正式實施了 但是今天才去反映這個利孔 我覺得這個是有點落後的一個情況 甚至說融化的一個銀行貸款的金額 其實這個也是昨天就知道的 不太可能今天才會去反映 我認為比較可能是空頭順勢 直接用過去的一個既定的利孔來做一個灌殺的動作 那金融股一樣也是有出現一個 向下拉回測試的一個情況 在週一轉彈至期限之後 今天隨著金融股走落 也出現同步的一個回測 但是其實我們可以發現 其實今天的電子股是比金融股來的強 因為雖然電子股竟然是中挫了 但是它並沒有跌破上週五的一個地點 但是就金融股來講的話 它是持續創破斷新低 所以有可能明後天金融股還會再持續回強 說修正 電子股或許有機會來質問 但是還是要看美國飛板那邊的一個走勢 因為畢竟台灣的電子股跟飛板的走勢是非常接近 目前飛板的位置也是會測到季線到半年線的位置 當然如果最近飛板如果往半年線來靠攏 不排除電子指數也會同步往半年線來做一個修正 我覺得這一波台股會那麼多 當然主要是因為目前投資市場的氣氛是比較差的 還有就是因為美股到雄其實已經先回測到半年線的位置 另外觀察台股的全職龍頭台積電 其實也是同樣回測到半年線的位置 所以不管是法人或是市場會認為 可能接下來將軍指數會比招管理 所以很容易一有一空就會出現一個空頭趁機聚集的情況 也是今天造成眾說的一個重要主因 當然如果接下來指數往半年線來靠攏的話 也就是說可能會往季線9000點的位置來做一個測試 以今天收盤在9141點來講的話 大概還有1400件的一個跌幅 如果快一點的話可能一、兩天就會來到一個滿足點 當然如果先前沒有做調節 手中試骨並沒有調節的動陣 近期也就不用再做一個殺低的動作 因為可能很快就會有一個反彈的一個情況 相對於整個目前大型股在外資調節之下 可能會有比較大的一個回測 但是其實我們觀察今天貴買指數 雖然是有比較大的一個跌幅 但是也同樣並沒有跌破前一波的低一點 顯見可能這一波會有中小型的一個 一個中小型的個股來領先做一個展覽 然後當然對投資人來講的話是比較有利的 另外從法人期限後來觀察的話 今天當然主要沙盤的是在外資的部分 它今天是大賣174例 如果我們從它今天賣超的個股來講的話 主要是集中在電子全資股 其次是金融股 自營商也是同步大幅做一個賣超 今天自營商也主要是調節在全資股的部分 當然會主要集中在全資股 當然跟加錢指數跌破極限 做一個策略性調節有關 另外我們觀察外資在期貨部分 今天是有大幅追空的一個情況 在今天指數大跌紀念外景的同時 它期貨空單同時還在增加8700口 鞋變大認為接下來大牌還有回倒的一個空間 它才會做那麼大幅度的一個加碼動作 所以可能會讓市場更加的相信 這一波回倒 台股的回倒就真的可能會到9000點 所以在指數回到9000點之前 可能還是操作上要保守一些 那也不用急的慢 因為越接近9000點 整個市場的支撐買賣會越強勁 相對近期台股的弱勢 中國股市最近有開始出現股底翻揚的一個表現 上面是上陣指數 下面是深陣指數 我們可以發現同樣都是在7月底的時候 有出現均線突或均線糾結區 出現一個底部翻揚的一個表現 當然主要是跟它的政策有關係 主要就是在7月21號的時候 它有推出一個市場俗稱中國款的一個QE 在一個貨幣轉向攀鬆的一個 貨幣轉向攀鬆的一個基地之下 推升這一波中國股市的一個股底翻揚 當然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其實在10月的時候 會有港股通上路 也就是說未來港股跟大陸股市上市的個股 可以做一個互相交易的一個情況 所以以目前中國股市普遍處於折價的一個情況 中國股市就有一個落後補償的一個空間 但另外就基本面來講的話 它第二季GDPR到7.5% 算是有開始回溫的一個跡象 但中國採購技能指數的部分 也是有開始回溫顯現 它經濟數據有開始慢慢好轉 是有一個基本面支撐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它目前股價積極最低 目前全球積極最低的大概就是中國股市跟泰國股市 在近期整個美股或者是亞股高級期的開始回檔的同時 這些測速的資金就會開始轉向這些比較低級期的股市 當然中國會是這些國際熱血資金的首選 畢竟中國股市是一個政策的盤 目前中國的政策就是要開始做多 它會吸引這些國際的油資來做一個強勁的動作 另外在房市的部分 它先前的限購力有開始鬆綁 所以是有利整個房產股的一個相關個股表現 剛提到在港負通的部分主要就是 未來同一檔股票有在港股入股同時掛牌的股 它未來股價會在10月的時候會呈現一個收斂的情況 目前在入股折價比較多的就是中國平安、農業銀行、中興證券、 周商銀行這些等主要在上陣的一個大型金融股 當然主要是因為跟這個投資偏好有關係 港股市比較喜歡大型股 但是在中國股市它比較偏好小型的成長股 所以這個反而是大型金融股目前是處於折價的情況 但是在10月港負通上路之後 這些折價的大型金融股都有落後補漲的空間 但如果全資股開始補漲 指數就會同步走高 這也是為什麼上陣指數最近那麼強的一個原因 但如果投資人想要投資上陣指數的話 可以買在台灣掛牌的006205FB上陣 它是最終上陣180的一個被動式基地 也說它漲幅上是跟上陣180的漲幅是同步的 所以投資人想要參與上陣指數的一個部長的話 是可以買FB上陣 但如果就個股來講的話 因為整個中國的一個貨幣側政轉向寬鬆 有利整個銀行對於整個中小企業的一個貸款 當然會降低整個違約的一個機率 所以在中國從事租任業務的中租 它的一個業務就會有比較大的一個保障 再加上下半年是它傳統的一個放機 在營收開始走強的同時是有利 它的股價持續走高 因為這一波整個社會中國政策的中概股 並不是那麼多 所以可能會有一個資金集中化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會發現近期不管是投信或者是外資 其實他們有積極做一個進場的一個動作 當然如果我們還原權值來講說 還原... 就是它這件事有除息加除權 我們還原權值之後 可以發現其實它是創頭上新高 當然就股價面來講的話是相對的強勢 只要接下來投信跟外資持續做一個買商 股價應該會持續上購 另外剛提到中國是持續的對中國房市 來做一個政策鬆綁的一個情況 畢竟中國整個房產投資佔 他們的GDP大概有13% 所以它要在舊經濟的前提之下 必須要先舊房市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它最近會持續推出 有利房地產的一個相關政策 所以我們看到在追蹤中國房地產的ETF近期的進值 也是有持續走高的一個情況 當然是有利整個房地產個股的一個股價表現 就國內掛牌的一個個股來看的話 2923的F0是唯一黨有在中國從事房地產業務的一個個股 我可以發現近期它的股價有持續的一個公告 看它的股價是非常強勢 但是你別忘了它的股本是170億 所以其實它算是近期比較表現強勢的一個中概股 所以我們可以以F頂部的股價當作一個指標 如果它持續公告是有利整個中概股的一個領價行情 那以上是在這邊為了各位投資人做的一個投資人 希望投資人本從朝鮮申明 謝謝